说起周星驰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吧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 简直就是想想当当的大佬级别的人物 被称为喜剧之王 作为华语影坛屈直可数的喜剧大师 周星驰的作品风格独树一帜 比如功夫 喜剧之王 大话西游 等等 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港片的辉煌时代 可以说周星驰的作品不仅口碑好 而且票房也是收获满满 这些年来 他在娱乐圈的发展一直非常的顺利 不管是做演员 还是当导演都发展得很不错 也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收获了很多喜爱他的粉丝 一年影帝 百年周星驰 这是大家对他最高的评价 他不仅有着神异般的喜剧天赋 而且他也捧红了娱乐圈中的不少女明星 如早期的张柏芝 林语 朱英等 一夜成名的故事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音频中光彩照人 荧光焕发 美得不可方物 不知成为多少男粉丝追捧的女神 大家都知道 周星驰的电影里面 也有许多被丑化的女星 像是功夫 这部影片中的包租婆 酒品芝麻官 李德如花都给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今天小编 要给大家说的这位 是在功夫里 被丑化的一位女星 她就是包牙珍 虽然她只是配角 在剧中 戏份并不多 但她在剧中半丑 并露出大片牙龈和包牙 再加上她那一张大红唇和夸赞的诠释风格 虽然镜头戏份不多 但仍让网友印象深刻 而包牙珍的原名叫做陈凯诗 因为从小对演戏就有着独特的爱好 所以 她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所以 她凭借自己对演戏的热爱和专业的能力 前往了各个剧组世纪 那陈凯诗 为何会被周星驰选中出演包牙珍这一角色呢 在2002年的时候 周星驰在广州开始起了广告 当时需要在当地找一些帅哥亮妹 那个时候的陈凯诗也有来参加 当时星爷也是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还问陈凯诗为什么觉得自己是靓女 陈凯诗的回答相当自信 想要来尝试一下 他表明自己有自傲 所以会成功 之后 那场选手周星驰 没能选他做女主 还反问了他对于美丑的定义 陈凯诗毫无聚色 不卑不亢的回答 让星爷对他刮目相看 之后 周星驰就给了他一个心细的丑诀 也就是功夫 这部影片中的角色 包牙珍 在影片中的他 十分地放得开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是对于自己的外形 他却似乎毫不在意 而这也让他的丑诀形象 深入人心 也因为包牙珍这个角色 让他一泡而红 许多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 都觉得 在现实生活中 他也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不然 当看到他的真实样子后 网友发现 记忆里的包牙珍 居然没那么丑 泄掉浮夸的妆容后 陈凯诗的包牙嘴 并不明显 和王祖贤的气质 居然有那么几分相似 网友直呼 确定这不是王祖贤吗 不仅没有包牙 而且 现实中整个人的性情都很好 就像王祖贤一样 如今的陈凯诗 早已经淡出荧幕 专注于家庭生活 他的面容 也多了几分母亲的温婉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给大家看呢 好